哈喽哈喽 视频开始之前 多关注 多推荐 多投币 多收藏 谢谢 欢迎收看大熊今天吃什么 今天是我们在延吉的最后一天 然后今天就是一个纯吃的一天 那第一站还是要去吃 我最爱的 我在延吉这几天吃的最爱的是 螃蟹 GO 现在这个肉最多了 我们来一只螃蟹 这个多少钱一斤 这个是160 昨天不是还110吗 110是这个 你们不一样 110就是蔫儿了 不欢 所以你回了 我们要拨钱 110没那么活跃是不是 那就是已经不活了 跟十多说话 哦 阿姨不要人吧 那就注意点啊 哦 算了 算了 这只能腿都断了 对 这样的是掉腿的 110的是掉腿的 对 是没事 没关系 这 两只多少钱来的 快400块 哦 虽然很便宜 但是还是有点没套路了 昨天来的时候说110 但是110是不那么鲜活的 110是死的 110的毛蟹是死的 110的板蟹是缺腿的 好吧 就是 但是还是便宜了 还是便宜的 嗯 虽然有一点点小套路 老板看看 这够这一锅吗 够 一锅 什么东西 一锅多少钱来的 30一锅 好嘞 它缺腿啊 你看好了 123 4 缺四个腿的 感觉应该是饱满的 这个黄都已经有点艺术了 哎不顶个 哇 不顶个饭 好多还不错的 好多还不错的 嗯 哦 好吃 那边不是 那边是 那边那个北门 咔嚓 那是 嗯 不是 哈鲜这种东西就是新鲜 就会很好吃 嗯 这家烤肉有点好夸张哦 走到门口就闻到很浓很浓的香味了 走 就长这样 来吧 还是烤了吧 这个挺好吃的 但是好像烤的更好吃哦 这个生牛肉是非常非常瘦的人 像他这种不爱吃 筋和油花的人就会很喜欢 他就真的很柴 一烤的就非常柴 跟牛肉干一样 但是有人就是爱吃这种类型的 可是他的菜 我只能说你就是贱命 你穿不了贵的肚子 嗯 嗯 切了一下吧 对 嗯 哇 哇 好好吃 感情比肚热呢 外边脆脆的里边特别的面糊 打败了麦当劳的薯饼 麦当劳的薯饼 麦当劳饼就很难吃了 哇 是奶蜘蛛又点了夜宵呢 一边在那边说 哎我这块烤肉 我是一边也吃不下了 现在 刚回酒店 又点了炸鸡 哇 好香啊 就烤了 我只能说明天就要走了 吃几顿吃几顿吧 是吧 反正这个机票钱都花了 咋了 哇 还不错 你吃吧 这甜蜡上面撒了肩果碎还是吗 嗯 哇 好吃 我还害怕 外卖来之后没有那么酥 还是好酥 外卖来说这个酥脆度算不错 挺远的 外卖5公里呢 嗯 其实我已经不太敢讲话 为啥 因为感觉今天说的不好的 说的太多了 以为要被人妈事逼的 没事你说吧 你觉得没有很好吃吗 啊 你觉得没有很好吃 反正这下不是什么有名的店 这是我们随便点的 这也比人家 胖克胖克 你吃的那个 干嘛吃啊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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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因为蛋糕和评论不好意思评价某个食物吗 有 其实我有时候如果就是吃到的东西才 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好吃了 但是如果是可能一家我会很老实的说 如果连续好几家我都觉得很难吃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折衷的说一下高清算的话 比如说 就是说这个食物可能不符合我的胃口 嗯 那我跟你一样 不好吃还是肉不好吃 只是我会加一句 我个人口味 我都不会有比较能吃 我都不得了 我会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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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勇敢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就会有点 难道